《中華民國生死存亡》 因為2020年的選舉 我定位得非常清楚 是中華民國生死存亡 今天日本安倍下台換一個走向 印尼總統索哈托下台換一個走向 他不會有這個生死存亡的問題 那這個生死存亡 我們就是問說 你對兩岸關係的定位是什麼 你這個問題在裡面嗎 有 有 我有在裡面喔 台灣人要了解中國大陸 大部分台灣人不瞭解中國大陸 所以民進黨才可以在裡面糊弄 恐共 台灣主權威脅 台灣人被壓抑 台灣要被併吞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而且大陸也要正視中華民國的確是存在 這個基準點失去 當然兩人之間就很難了 所以我們支持九二共識 大陸也能接受 就在這樣一個狀態 一中的架構之下 當然我們是中華民國 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您是未來的總統的話 其實您是堅持還是中華民國的這個事情 是完全不會改變的 也就是說還是在於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這個架構底下 是這樣嗎 你這個問題跟我要不要孝順爸爸媽媽不是一樣嗎 這個是鐵的事實 選中華民國總統 九二共識兩岸定海神針 現階段這是鐵的事實 非這樣子做 我們才能把這個路打開來 我應該這樣講 我應該這樣講 我支持九二共識 強力捍衛中華民國 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執政 讓我覺得很惋惜的一點 就是我們明明前面是兩條路 他只有告訴我們一條路 我們前面一個是威脅的路 一個是信心 希望的路 威脅的路是什麼 明腦已經講了很多了 信心跟希望路是什麼 什麼都不怕 什麼都不怕 因為我們是民主 誰來我都不怕 我台灣就是一條高速公路 什麼車都可以在上面跑 未來的台灣領導者 要讓中國人安心 要讓美國也覺得很放心 日本也覺得OK 東南亞這些國家 也都覺得很安心 就你整個營造這樣的一個氛圍 是高度的政治藝術跟技巧 大家覺得台灣人是有價值的 台灣人是無害的 台灣人是對每一個地方都很和善 台灣人不會去主動挑釁的 它是一條路 在哪兒 這條路 那是有價值的 所謂的對方